凌蓉护着东华地军师一道客栈,松凌成正在大厅里躲步 你们终于回来了,东华怎么样? 松凌成焦急地问,凌蓉 没事,她只是暂时昏睡过去了,我们要先去休息了 嗯,松凌成,抱着东华的凌蓉又转过头来 你也早去休息,明天有事要做 第二天一早,东华悠悠转醒,看着近在眼前的凌蓉 脑海里模糊地浮现出昨天发生的一切 心中增添了些许愧疚 东华,你醒了? 凌蓉还有些朦胧感 昨晚,凌蓉与小可在心中交谈 我想要建一些现代的房屋 小可,你知不知道空间守着可不可以? 凌蓉之前知道,小可在空间里建了一处挺大的屋子 小可 大人,你说的现代房屋是什么样? 小可觉得应该可以 凌蓉 就是那种宽敞明亮,用玻璃,也就是琉璃做的大窗子 总之,我又不知道怎样描述,我只能想到 大人,大人,我可以看到你脑子里的东西 你用意念控制一下,我去看看 小可 半个时辰 大人,这就是你原来的世界,现代的房屋啊 小可惊呆了 凌蓉想到了现代的许多回忆 嗯,你能建成吗? 小可 没问题,小可会完成任务的 大人想建在哪? 凌蓉 离现在的房屋远些,最好有一片花木把它们隔离开来 嗯,小可知道了 小可,你不用急着坐,好好休息,我也要睡了 凌蓉 守着中,小可与凌蓉谈完后就专心统身建房大业 空间中除了那些凌蓉还没解锁的法器 剩下的也足够他挥霍了 东华弟兄 哎呦,对不起 嗯,对不起什么 还不等东华回答 凌蓉又说 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 我们一起做那事是领所应当的 离琉璃国采摘的时间越来越近 凌蓉正好把宋凌蓉送到赤脚的地方 那地方很适合宋凌蓉修炼 第二天早上后,凌蓉对宋凌蓉说 我昨天已经找到适合你修炼的地方 你去收拾一下,等一下我们就走 昨天晚上,凌蓉就把自己遇到赤脚的事 与东华弟兄说了 东华弟兄要与他一同去 凌蓉为了避免昨天的事再次发生 也同意了 在出发之前给他说了一场灵力护体 又把昨天从小可那里拿来的火灵珠交给他 火灵珠可以保暖 如今东华弟兄的法力 一定的不能维持自己的体温 半个时辰后,天山南角的洞府 凌蓉并没有见到赤脚 小可 大人,我刚刚发现坟墓那边有赤脚的气息 你们先在这等一下 我出去看一下马上回来 凌蓉说文就消失在原地 东华弟兄想追都来不及 树林里,赤脚正趴在坟墓那一旁睡着呢 这臭小子 幸亏他从小生活在这里 要不然醉醉冻死了 凌蓉一来就看到趴在坟前的某人 凌蓉下去过去咬醒他说 昨天我走之前不是叫你回去吗 干嘛在这儿 赤脚 我想离师父近一些 凌蓉 走,回去 我有朋友介绍给你 你们以后可能要经常在一起 洞府中 在宋凌蓉的询问之下 都华弟兄简要地告诉他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宋凌蓉 凌蓉 凌姑娘你们回来了 想必这位就是赤脚 凌蓉 是的 他是赤脚 是我先认的弟弟 然后又介绍宋凌蓉 赤脚 这是我的朋友 以后他会和你住在一起 你俩互相照顾 接着又介绍东华帝君 这位是我相公 你可以叫他姐夫 赤脚本不喜欢外人 但师父交代自己以后要听凌蓉的话 自己昨晚已经违背了 以后自己再也不能再犯 再加上宋凌蓉的声音好听 一副书生模样 赤脚也就不那么反干了 宋凌蓉 你已经洗髓成功 这边的月光灵灵较为沉静 你没晚吸收 再转移到画卷中 赤脚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凌蓉上次的时候 给了他一颗洗髓单 能助罚人突破肉体的限制 后天继续修炼 洗髓拔青的过程是受不出的痛苦 反正凌蓉没经历过 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凌蓉前几天就已经发现 他成功了 不知道是爱情的伟大 还是宋凌蓉本身就适合修仙 应该是两者居多 所以宋凌蓉一介书生 却不畏天山的原寒 尤其他还是江南水箱孕育的 凌蓉在回去之前 又拿了一本 适合赤脚修炼的功法 一步登天 宋凌蓉在走之前 把客栈托付给贺子 回到客栈 凌蓉和东华弟姐两人 在一起做了晚饭 晚间 舍着空间里 小可 大人 你肚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凌蓉有些急了 小可 大人 你别急 虽然小可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是小可感觉她挺温和 大人和哲宴学过医术 你可以探探麦 是啊 我怎么忘了 凌蓉拍拍自己的脑袋 一探麦 凌蓉就发现 自己怀孕快要两个月了 通常怀孕的前一个月是看不出的 所以她是怀孕近三个月了 应该是东方俊吉山那次 凌蓉刚变成少女时 也没有来癸水 所以也就忘了 有那么回事 也就不存在 一个月不来癸水 就有可能怀孕的是 不知道是她的体质特殊 还是东华帝君的强化 不过 怀孕这事 在凌蓉的预料之内 她本就决定 用孩子的包衣 来做药材 再说她也不讨厌 为东华帝君生孩子 同时这与世 后日就是留给果成熟的时候了 她要尽快去宰宅 听说怀孕的 减三个月是危险时期 希望到时候 别出现什么意外 为了不让东华帝君担心 凌蓉决定 暂时不告诉她 明年她该准备上山了 最好让东华帝君留在客栈 东华帝君也想到 最近琉璃果要成熟了 早善时就与凌蓉说起 想要一起去 凌蓉好说胆说 东华帝君才答应不去 其实她是打算 在凌蓉上山后 自己尾随其后 火灵珠还在她身上 而且凌蓉给她说的灵力 还保留一些 下午凌蓉去了天山 东华帝君就利用 那一点剩下的灵力 以风到天山南脚下 宋灵城有些法术 应该可以帮助她上山 天山 一般人是上不去 东华帝君刚到 赤脚就看到她 随后东华帝君说明来意 而赤脚昨天修炼了一部 登天的第一部功法 上天山对她来说 还是可以的 天山山顶 凌蓉轻易地打破三重劲值 进到冰鞋洞 洞内冰柱凌厉 晶莹剔透 靠近最里面 有一棵冰晶大树 最中央有一棵冒着红光的骨子 甚是好看 凌蓉进来就看到这番景象 没想到这样容易 凌蓉想着 就准备去摘她 不料她飞到树上正打算摘 一条冰晶龙就铲住了她 凌蓉顿感一片冰凉 小可 不好了大人 琉璃果成熟散发出魅惑的气息 大人你身上有吸引她的味道 这条罗好像发狂了 什么鬼 凌蓉的心里武力吐槽了 凌蓉赶紧施法抵抗 小可 你快想办法呀 她挣扎得越厉害 那条龙就缠得越紧 凌蓉想到肚子里的孩子 不敢再挣扎 那龙头对着凌蓉的脸 龙舌舔着她 龙爪撕扯着凌蓉的衣袍 一会儿就已进碎里 大人 小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空间里 小可正翻箱倒柜地寻找 制服她的方法和法器 因为她睡了多年 有些事被压制了 再加上她也没料到会这样 忘记来凌蓉的未获体质 却完全找不到 那条路正把她的龙尾伸向玲珑腿间 赤脚吃力地带着东华帝君几次才登到山顶 他俩一进洞中就看到一条冰龙 正缠在激进光落的玲珑 把她压制在半空中 东华帝君气愤了 不顾一切地冲上去 那龙爪一挥 就把他们挥到地上 口吐鲜血 而赤脚不幸地撞在冰柱上晕了 本来他俩智取还是可以的 但他们都冲动了 阿蓉 阿蓉 东华帝君扑腹在地上 虚弱地唤着玲珑 玲珑赶紧回话 东华 我没事 他一张嘴 那龙血就流到玲珑口中 也就是口水 玲珑恶心了 这死银龙 还想上老娘 小可 有没有屠龙刀 给我把他宰了 哦 大人 有一把大刀 你要不要 小可 管他什么刀 给我 玲珑费力地劫过刀 才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无法施展 大人 龙的尾髓骨最脆弱 大人你砍呢 小可 玲珑站了一下现实 而且那龙越发的大胆 他顾不了那么多 提起刀就刺下去 那刀穿过玲珑的大腿 才刺到银罗的尾髓 鲜红的血从玲珑的大腿上流下来 东华帝君看到后 眼中流着泪 又喷了一嘴的血 阿蓉 龙大叫一声消失在冰晶树中 他妈的 好痛 宝宝再也不自残了 玲珑赶紧止止血飞过去 抱住东华帝君 阿蓉 东华帝君叫了一声就晕过去了 玲珑气愤 把昏迷的东华帝君移到空间里 问小可要了止痛药服下后 又给赤脚服下领药 之后就摘了流底骨 连同树也移到了空间里种气 玲珑又传信给宋灵城 让他来天山玄冰洞接赤脚 随后玲珑也回到空间 空间里 小可之前已经完成了玲珑的预想 还弄了很多现代家具 东华帝君正是在席梦斯大厂上 玲珑给她换好衣服 又输送来些许林立 这会儿 玲珑正在灵界里疗伤 阿蓉 东华帝君叫着玲珑悠悠转醒 睁开双眼 却发现玲珑不在身边 而周围的环境 她完全没见过 又想起方才在悬冰洞的场景 东华帝君的心就像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难过得快要窒息 在心爱的女人危险的时候 自己却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为自己以身犯险 鲜血直流 她平时最怕痛了 为了自己却 却刺了她自己一刀 东华帝君已经无法想象 她气急攻心 身体又虚弱了 却又挣扎着起来 刚下床就吐了一口鲜血 在厨房的小可听到响动 转到卧室就发现吐血的东华帝君 小可连忙用一脸 把东华帝君运到床上 东华帝君 你这是做什么 大人好不容易才用灵力替你疗伤 现在大人需要安心养胎 东华帝君看着对面的小娃娃 我不管你家大人是谁 我的阿荣在哪 嗯 小可 大人就是你要找的阿荣 我为何从未见过你 这又是何处 东华帝君虚弱地问 小可 我去给你端粥 一会儿你再吃药 东华帝君在小可出去后 突然想到刚刚小可说养胎 心中有些不敢置信 难道玲蓉有了她的孩子 她心中有些雀跃 但随即又想到 玲蓉之前受了伤 还怀着孕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她非常担心 又挣扎着爬起来 小可端着粥和药进来 又看到不老实的东华帝君 就放下粥 说 你这是做什么样儿子 东华帝君 你快告诉我 阿蓉在哪儿 我一起找她 小可气愤了 我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 大人动了胎气 现在需要静养 你别去打扰她 大人一直惦记你 早上还亲自给你煮了粥 又吩咐我煎药 你赶快吃了 再喝药 等会儿 我带你去见大人 东华帝君指的乖乖喝粥 想到是玲蓉亲手煮的 又细细的品味 果然 阿蓉煮的粥最好喝 然后又乖乖地喝完药 空间的灵池里 布着寸里的玲蓉正在疗伤 东华帝君来时看到这一幕 耳朵有些发红 之前都半是她古毒发作 善后事都是玲蓉处理的 等她恢复 愧疚占了大半 哪里还来得及羞涩 小可都顺着不在乎 东华 你来了 玲蓉睁开眼睛 东华帝君也顾不得羞涩 毛问 阿蓉 你没事吧 那天的伤 怎么样 我们的 我们的孩子怎么样 玲蓉 东华 你也下来泡泡这灵泉 我待会儿慢慢和你说 又对旁边的小可说 你去收拾一下家里 然后就可以做自己的事 等会儿我们会自己回去 小可离开后 东华就着着单一 就下到灵泉内 玲蓉游到东华帝君身边 小可告诉你我怀孕了 东华帝君 嗯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伤 玲蓉 已经没事了 让你担心了 东华帝君想到那条银龙 下次见到她 一定将她碎尸万段 玲蓉发现她在走神 又说 孩子已经有三个月了 还有七个月左右 她就会出生 东华喜欢男孩 还是女孩 东华帝君小心翼翼地 拦住玲蓉 又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手 捕摸着玲蓉的小肚子 毫无半点以你之情 有的只是心疼好奇 说 只要是我和阿蓉的孩子 我都喜欢 最好女孩像你一样好看 然后再调皮一些 男孩也像你 我应该从现在开始 好好学习厨艺 将来让他们吃我做的菜 做一个好父亲 玲蓉笑了 她现在还小 你摸不到她的 虽然玲蓉的小腹 依旧平坦 但东华帝君 却有一种 牵引着心脏的感觉 感觉很充实 很亲切 总之就是 雀跃激动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 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